哈喽大家好,我是汪哥,今天带大家来看一个心魔的故事 影片开场小胖就上演了一场激情 只可惜绳子作怪,小胖被恶狠狠地甩在了地上 既然死不成,那洗把脸纵成吧 可洗着洗着,他突然发现,镜子里的自己似乎有些怪异 定睛一看,镜子里的自己居然变成了后脑勺 难不成自己变成无脸人了 掏出一旁的小镜子再次端详,依旧只有后脑勺 正当小胖慌忙的时候,门外传来了阵阵敲门声 小胖见状赶紧搪塞了几句,把朋友打发走了 一回头,看见镜子里的自己竟然消失了 气得他把镜子砸了个大窟窿 等到小胖上手一摸,这才发现镜子居然化成了水 又急又慌的他将头伸了进去 这才发现里面深不见底 接下来,小胖全副武装穿了一身潜水服下去了 游着游着,他突然发现里面似乎有个男人 想都没想,他就把人给打捞了上来 当男人睁开眼睛的那一刻,小胖吓坏了 因为那个男人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 随即两人就扭打起来 不一会儿,两人又坐在一起把酒言欢 突然,男人拿出一把手递给了小胖 小胖拿着他不知不觉,就来到了一扇封闭的门前面 打开后,映入眼帘的是一件绿色的连衣裙 关于妻子的回忆瞬间涌上心头 原来,小胖寻死的缘由只是因为妻子过世了 而这个房间就变成了他最不能面对的地方 毕竟,里面装满了妻子的回忆 这一次,他重新踏入了这个房间 也就表示着他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内心 打败了自己的心魔 转眼间,那个男人就消失不见了 而当他再度望向镜子 里面赫然呈现的是他脸庞的模样 这也就意味着一切恢复正常了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任何事物都具有双面性 请不要忽视和遗忘了他呀 最后祝您万事大吉 我们下期再见咯